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首先還是要提醒各位 疫情仍在警戒階段 出門不要忘了戴口罩 保護自己也保護家人 如果逃打的話 建議直接去警察局投案 5月25日官方指營的日服正式開打 可以感受到當初台服的熱鬧感 順便吐槽 黑局最近剛開了淡出世界 也是號稱測試了幾個月 但才一開服就爆掉進場回修 我都不知道是搞負面行銷 還是氣速將近 今天就帶來日台版的差異比較 那些你我可能都需要的酷東西 讓想玩日版的人參考 目前日服只有開三個 可能工作室狀況沒台服嚴重 不會像天2M或者魔力開服那樣 職業上不同於台版的煉金術室 現在還在隔離中 日服是直接給好給慢 而經驗加成的Buffer 等級到以後也會直接套用 整體來說好練不少 雕刻品系統 台服預計6月更新後實裝 開放等級80等 分成三種不同等級的雕刻品 各種類可裝備兩個不同能力的雕刻品 雕刻品可以升級、強化、合成 升級的部分很單純 只要選擇不要的雕刻品 就可以提升雕刻品的能力 強化、合成 則需要使用、通接、作為素材 基本上也是個乾坑 但用上去就是一段實力差距的體現 課長們的錢包準備好了嗎? 韋德的成長計劃 之前介紹過 就是透過日常小任務 提供新手入門的道具 台服的話希望內容物改一改 有些道具已經不符合現況了 商城整體差異蠻明顯的 因為項目太多 我就不一一列出了 有想了解哪個項目可以留言告訴我 但基本上不會比台服糟糕就對了 白蝴蝶價格換算成台幣是差不多 但台版這部分是沒有積分可以拿 而後面的積分商店 兌換內容也差很多 像是台服 橘子積分要4萬才能換 果然是地域特別版 連福利都很地域 金幣裡包 日本大多沒限制次數 你想拉多少就拉多少 而台版就是要製造工作室的就業機會 佛心廠商 成長跟便利類商品 台日版分類不完全一樣 大部分日版價格是比較低的 綠色標記代表台版比較便宜 橘色是日本較便宜 紫色則是只有一方販售 大部分商品價格都是下修或者調整內容 藥水也沒有限制購買數量 台版HPMP吸收自帶20%機率就算了 還把金幣能購買的生活藥水限制購買數量 黑局滿滿的惡意啊 雖然也是有部分商品比較貴 但我覺得無妨 整體還是力大於弊 然後日版徽章商店還保留得好好的 地圖採集 也是第一波測試中被說有問題的部分 我是沒玩過日版CT的版本 但對比台版確實有明顯改善 尤其在巴蘭、捏黑熊、採生薑 以及在夢洞採礦的時候 數量跟深圳速度快很多 然後台版我有遇到一個怪問題是 開採集來守衛 一段時間就變成只會死打怪 同樣設定在日本卻沒這問題 PK突襲時間調整 PK改成4個時段 突襲增加凌晨2點跟5點的時間 讓你不錯過活動時間 愛怎麼打就怎麼打 尤其夜貓子半夜沒事幹的時候 新的理線模式 買好藥水、耗材 會幫你計算可以理線的時間 它不會自動幫你喝其他種類的藥水 所以你要先自己在界面上選擇好 但這模式無法套用隊伍 跟其他經驗buff效果 也沒辦法剪道具 又單純金幣跟經驗獲取 比較適合手機玩家出門在外 想節省電源 或者臨時想玩其他款遊戲 本來想說離線的話 可以玩同帳號的另一隻角色 可惜是不行的 如果可以的話 這就是生功能了 HPMP吸收機率問題 這應該是台版玩家最關心的 偽摘台版 想盡辦法啃玩家錢 創造地獄模式給台版 連個20%的恢復藥水也要限制購買 就是希望你盡可能多花錢 或者花100萬買個藥水 而根據我查到 交易所的暗影手套系列 MP吸收是沒有魔改20%機率的 同理HP一帶也不會有 只能說黑局就是黑局 最後再補充幾個 雕像設置的部分 日版無法用蝴蝶擴增位置 必須買到海景第一排的房子 才能擺4個 使用模擬器的話 遊戲本身沒特別針對模擬器優化 也可能是我電腦太古老了 反正該閃退還是一樣會閃退 遇到人多的時候還會直接卡死 人手機玩還是比較順暢 這邊有善提醒各位 因為非本地玩家 請務必遵守當地遊戲文化跟規範 遊戲中也儘量比較使用中英文 日本人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那麼接納外人 之前我們S2也有韓國玩家 動不動就打漢文 說實在蠻無語的 日版不同於台版選擇性開放 是對應韓版最近的版本內容 基本上該開的裝備都有了 比較不會有今天課金 明天垂心的狀況 比起台版莫名其妙的魔改 跟選擇性開放來說 對於課長遊玩體驗相對舒服非常多 想嘗鮮體驗電競速試 或者未來新職業 二轉系統的朋友們 歡迎一起來玩耍 而要課金的話 就看你是否願意承認風險 如果未來日服擋掉特定IP段 或者被有心人惡意檢舉的話 是可能直接掰的 雖然目前玩過的幾款日本遊戲 是沒遇到這問題 韓版預計6月8號更新 這次會釋出新職業 槍兵 因為跟戰士有點像到時候我再一併更新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再見